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特朗普提及到美国的情报单位人在调查卡书籍遇害案的幕后真凶 当然这一说法从中情局直指王楚穆罕默德就是下令者的结论自相矛盾 显然美国仍然是把沙特作为中东政策的重心 其实特朗普在2017年大家也记得上任之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沙特 而针对美国本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华盛顿也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伊朗能源八个最大进口国半年时间 让伊朗的能源进口最终要降到零 今天晚上放区连线 我们在伊坦布尔记者是本台驻土耳其记者米尔扎提 德黑兰现场是驻伊朗记者李瑞 北京现场特别请到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阴纲研究员 大家会深入的分析 特朗普不能让卡书其案坏了中东的棋局 一起看看朱亚新的这段报道 关于金钱究竟是不是万能的这个变体 已长久的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 当面对着全世界的纸醉金迷刀光剑影 面对着沙特政府承诺的4500亿美金投资 正方便手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场坚定 沙特记者卡书吉被杀横扫全球头条近两个月 在舆论的殷切期待中 特朗普最终选择了与沙特同在 他不仅表示沙特仍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还称两国的军火大单将不受影响 正方二变沙特外交大臣随后也抓紧强调 王储穆罕默德与案件无关 想要赶紧了事 两国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 可事件的另一个当事国 手握实锤的土耳其显然没打算善聊 一方面有土耳其媒体在20号 披露了卡书吉遇害时的录音内容 在进入沙特领馆后不久 卡书吉就开始大声呼救 争吵中有杀手说 叛徒你要受到惩罚了 一阵冲突和殴打身后出现了短暂的安静 随后有人说 要穿上我们刚杀死的人的衣服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而这份录音在本月初 已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供给 美国 沙特 加拿大 法国和英国 另一方面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鲁也在20号奔赴华府 表示土耳其可能正式申请联合国 对卡书吉案展开调查 在与美清蓬佩奥的会谈中 恰伍什奥鲁不仅提供了一份 涉及居轮运动的人员名单 希望将包括居轮本人在内的84人 引渡回国受审 还要求美方给予制裁永久豁免权 允许土耳其进口伊朗石油不受惩罚 条件扔出来了 要不要把事情接着搞大 还看特朗普自己 本月初 美国启动触及石油贸易的新一轮 对伊朗制裁 但暂时豁免了包括土耳其在内的 八个国家和地区 进口伊朗石油不受制裁 条件是在未来数月 持续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 对此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19号 做出了一贯强硬的回击 表示伊朗不会屈服 制裁最终只能孤立美国自己 而伊朗副总统撒利西则称 若伊核协议瓦解 伊朗将能够随时取消限制 加速生产和燃料 针锋相对伊朗强硬回击 是否将使美衣关系继续恶化 呼售迷离克朗普表态将如何左右卡舒吉案走向 穷追不放 土耳其是否能借调查证据实现外交突破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记者卡舒吉遇害案 目前还没有水落石出 但是各国已经就此案件能够研发出来的一些外交成果和利益 在进行进一步的交换 今天我们请出各方嘉宾做顺的分析 好 首先我们在北京现场要请教中东问题专家 英刚先生 好 英刚教授 我们首先要请教您的是 在目前这个卡舒吉案件还没有最终水落石出的时候 特朗普为何要与中心局所说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与国内的各派所给他的压力完全顶住 而要义正词言地告诉说 目前沙特仍然是美国的第一伙伴 而且对这个案件似乎也在帮王储撇清关系 这个是出于怎样考虑 好 我们看卡舒吉案件的就是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它已经被炒作的过渡 像类似这种一个主权国家 一个强势的国家 或者说一个有专制色彩的国家 在海外 在境外干些脏活 抓捕一些人 暗杀一些人 很多国家都干过 包括土耳其 而且沙特并不是干得最多的 只不过这一次干得比较蠢 露了相 被完全被曝光 而被曝光本身呢 又透露出其他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对案件的细节 对它的音频视频掌握得这么清楚 如果仔细追究的话 这个事情发酵的过度它会爆的 它会把货水 把矛头引向土耳其本身 因此呢 就是我觉得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 它把一些恶性的 偶发的事件和整个的国家利益 它给摆得比较平 即便这个事情跟王处有关 那么也不能损坏美国和沙特的关系 美国和沙特的关系是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 是盟友关系 而且美国和沙特的关系 背后还包括美国跟以色列 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如果王处在这个世界上有罪的话 那么由沙特内部自己协商再换人就是了 这个跟美沙关系是根本不搭界的 因此有些人 美国的国内还有境外的一些人 世界上这些人 想借卡苏基事件 达到一些不可达到的目的 不可能达到的也不应该达到的目的 这个想法是一定会落空的 好 美国的意思是说 这个独立的刑事案件就归司法 不要扯上国与国外交关系层面 但是呢 不同的国家却有自己的考量 我们也看到目前土耳其的外长 正在美国访问 与美国做进一步的沟通 这部分我们要请入在伊斯坦布尔现场 我们的记者米尔扎提 好 米尔扎提对于事发地土耳其 这当中确实他掌控了一些 情报和资料 但是如何把这些东西 运用到国家利益上 目前我们也看到 土耳其的外交官正在走动 所以如何看这一次 土耳其的外长 访美之后 与美国的国务卿的沟通 究竟用意何在 好的 那土耳其的外交部长 赵尔什奥鲁和美国外交部长 见面之后呢 在这个 表示土耳其在这个沙特记者 还是提上的 土耳其先去要查出和 查出这个事件的这个幕后的指示者 他同时表示呢 很多国家呢 因为不想让这个与沙特记者的关系 破裂作用的选择不出声 但是土耳其 土耳其方面呢 其实也想跟这个 也不想让这个跟查出事件的关系破裂 但是呢 就是土耳其官方呢 把这个事件呢 作为一个警示案件来看待 而不是用有一个政治事件来看待的 那赵尔什奥鲁公司表示呢 在这个 虽然在卡苏基事件中呢 有很多的有关言的一些人物呢 已经回到了沙特 但是土耳其方面呢 在土耳其对这个事件的调查呢 还是在继续当中 那土耳其方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对这个事件调查过程当中呢 对沙特的 沙特官方的态度和配合呢 非常的不满 在这个会议当中的 这个夏尔什奥鲁呢 再次表示对这个沙特的不满 并要求呢 沙特方面高知 土耳其在这个沙特国内 对这个事件 进行调查的这个进展和线索 他同时呢 在这个 对这个一点的提出的质疑 也就是沙特方面表示说呢 在这个卡苏基事件呢 是一次意外在增长当中的 这个卡苏基是被误杀的 他对这一点呢 也提出的质疑 他另外呢表示呢 如果在沙特方面呢 如果对这个事件的调查 不给予配合 就是信息渠道授阻 或者是调查授阻的话呢 各有些方面将会准备 就是申请到梁克国 让他们就是参与到 这个调查工作当中组成 好 继续在北京现场 继续请教英刚教授 其实看整个中东的这个格局 目前正好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正在加紧的时候当中 我们也看到 包括沙特在内 欧佩克这个石油价格 在往下跌 特朗普对此也认为 这其实在帮助他 对伊朗的政策 所以如何看特朗普对于伊朗政策 在目前这个环境之下 他是怎样精畏分明的 我想在伊朗这个制裁的问题上 特朗普现在比较满意 是吧 因为伊朗最盼望的是 就是如果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话 国际石油市场的共方会短缺 造成市场紧张 造成油价上涨 这样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石油消费国 进口国都会不满 美国国内的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情况恰恰相反 我觉得在对伊朗实施制裁这方面 目前特朗普宣布的政策 前两天宣布的政策 就是对八个石油进口国 基于180天的缓冲期 180天后你们可以停止 180天之内 你们还可以继续做生意 那么这八个国家 实事上它进口了伊朗 出口石油的80%左右 也就是说在180天之内 伊朗的石油出口 基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这180天干什么用呢 180天就是给伊朗做退让 做妥协 双方重新展开谈判的 这样一个空间 如果谈判成功的话 180天以后呢 就是取消制裁 取消这些限制 180天以后 如果谈判破裂 那么对不起 就是所有这八个国家 一滴石油都不能进口 事实上就是特朗普 现在摆出的态度 它是很坚决 但是事实上条件 并不是十分的严苛 还是有很大很大的 回旋空间的 他开了一个 一百二间的窗口期 是给伊朗一些缓冲 我们在德亚兰现场 现在要请出记者李锐 李锐呢 刚刚专访了伊朗的副总统 也是原子能组织主席 萨利西 这是李锐第二次专访萨利西 我不知道从他的口中 如何看目前的局势 包括美国本月的 新起来的这一轮的制裁 对伊朗来说 如何应对 好的 卢琛 首先呢 萨利西是承认这个制裁 是对伊朗经济会产生影响 当然对于核技术 不产生影响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呢 他很担心 就是对核协议真的崩溃破裂之后呢 伊朗退出核协议 重新恢复这个油农梭活动 那么这个时候 他说后果是 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 所以是不可估计的 他就特别希望呢 欧洲和中国能够挽救这一核协议 同时他也说呢 一旦退出呢 伊朗也做好准备 随时可以加速油农梭活动 比如说以前限制是3.75%以内 那么现在的纯度可以提高到20%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伊朗也不是说 就是说以这个核协议之后呢 伊朗就没有办法回复了 那么但是伊朗不想 这是他提出一个意愿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在这次制裁当中的 伊朗已经明显的表达出了 对中国的善意 那么萨利西他在采访当中呢 他就讲讲说 中英两国领导人 应该重新审视两国的关系 在这个过去呢 中国领导人和伊朗领导人 都是非常重视中英关系 但是都想他局限在过去的一个背景 比如说文化悠久 历史悠久 两国的一个文明背景之下 或者呢 把两国关系呢 局限在一个经济 商贸 政治文化交流 这样一个局限的方面 但是萨利西就认为呢 这不应该在局限的地方 要重新定义 要重新定义 中英关系 他认为 在现在的一个背景下 两国是建立一个 互相需要的背景 互相需要的基础 所以两国应该建立一个 真正的 有一个真正有实质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我这次他的主要的内容 另外关于这个制裁呢 我觉得这个制裁 对伊朗是有影响 对民众生活有影响 但是呢 我觉得伊朗有很多办法 比如说通过第三方 还有呢 伊朗以前通过国家的公司 来出口石油 但是现在已经通过私有的 是个产业 来出这个出口石油 还有一个就是伊朗 很重要 就是之前呢 伊朗已经将很多的石油 运到了其他的地方 租了很多的储油罐 比如说在大连到储油罐 伊朗把油运到那里 在那里卖 所以伊朗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所以不至于会将伊朗避到死路 至于死地 武称 好 这部分 英刚教授 再想请教一下您 借着刚才李瑞说的这两点 一个是中医的关系 在目前这个形势之下 如何能够呼应到伊朗说的 建立一种新型的一些关系 当然刚才说的180天的这个窗口期 其实对中国也有限制 这是中国也八分之一当中 所以您说看这个 是否有新的一些空间 另外就是伊朗应对美国目前的制裁 真的还是有自己的办法挺下去吗 我觉得伊朗是没有办法挺下去的 它可以挺过这180天 特朗普我想他会守他的承诺 他倒是有这个习惯 商业习惯嘛 是吧 180天之内 如果伊朗不谈判 不做任何妥协 这个石油进口呢 不会突然的下令终止 他没有这种可能性 技术上也不算在这种 条件 那么180天以后 如果伊朗还不做出妥协的话 这个问题毫无疑问的会升级 还有刚才谈到了 就是这个伊核协议的存亡的问题 事实上现在不是一个黑和白的问题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 还是其他的国家都要求 重新谈一个协议 谈一个比现在公平 更让人放心的协议 并不是说 伊核协议美国退出了 宣布他不好 宣布他作废 然后伊朗就完全可以恢复 然后搞一场全面的对抗 那是不可能 那样是意味着战争 因此呢 就是我们在看一些国家领导人 写的东西 听他的讲话的时候 心里要有数 不要受到某种影响 从而就是得出一些不真实的判断 包括中国和伊朗的关系 中国和伊朗应该维持一个好的关系 合作的关系 但是中国跟美国 跟沙特 跟以色列 跟阿联酋 跟土耳其 都要维持相同的关系 因此在谈两国关系的时候 是不能一项情愿的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 曾经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起伏 是吧 从1978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 中国领导人 在一个不适当的机会 访问伊朗 造成伊朗的新政权 把中国视为敌人 一直到后来2006年以后 在伊核协议的谈判当中 在联合国安理会 制裁伊朗的 局议案的表决当中 中国逃赞成票 伊朗都不满 都非常激烈地批评中国 现在在伊朗 这个比较危难的情况下 伊朗我觉得 还不应该对中国的 独立的公正的 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政策 不要有太多的希望 说中国会改变政策 完全站在伊朗这边 和美国对抗 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抗 这个完全是 一点可能都没有的 已经不是单向选择的时代了 好 下节我们还是要 关注一下卡书吉的案件 土耳其目前是憋着 还有料放吗 对于案件发展 会有怎样的影响 稍后来会见 好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继续来看卡书奇案 土耳其手中 是否还有更多的信息 要往外报 继续用请出 跟王嘉宾组织的分析 好 在伊斯坦布尔现场 我们的记者米尔扎提 好 米尔扎提 这一回 土耳其的外长在访美之后 大家也知道土耳其 其实手中还是有一些情报 当然从陆续媒体 报处的一些录音资料也好 各方面的情报也好 其实知道土耳其 还是有自己的杀手锏在那 所以接下来之后 是否就这个案件 会做进一步的 同美国的交换 我不知道在土耳其方 有怎样的一些观察 好的 鲁臣 虽然土耳其方面 这些表示要把卡数据事件 要查出真相 但是其实这个事件 虽然土耳其方面 非常的辣丑 因为一方面 如果土耳其方面 查出真相的话 它肯定会影响到 土耳其在国际社会方面的信誉 另一方面 如果土耳其深入调查的话 它可能会影响到 沙特王府的一些利益 从而来影响到美国的利益 从而来直接就影响到 土耳其和沙特 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个卡数据遇害之后 土耳其调查消息 第一时间去沙特领馆 进行了一些调查 也抽取到了一些的线索 但在这方面 有一个让人非常注意到的一点 这些搜索到的一些线索 先是从其他渠道 透露到政府媒体当中之后 土耳其方方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对这些线索的 做太多的一个提论 后来才是得到一个认可的 那么最后 土耳其总统阿尔康 表示他们手中有很多的线索 但是有些线索得到认可之后 才可以就是 透露到这个媒体 然后但是这个手中的线索 已经完全可以表明出 这个卡数据事件 是及前有预谋的 就是及前策划的一个事件 那这方面就引起了 社会上的一个论 也就是说 土耳其方面 其实手上有很多的线索 但是如果这些线索 发出太多的话 就可能会影响到 土耳其和沙特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知道 土耳其现在的经济 非常的不紧细 然后沙特在前一段时间 也对土耳其进行了一些投资 那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关系 破裂的会 一定会影响到土耳其的经济利益 那沙特的这个 沙特王子的这个利益 受损的直接会影响到 这个沙特和美国 从而影响到 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那在此之前 土耳其和美国 这个穆斯布林斯问题解决之后 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缓和 那土耳其方面 其实不希望 卡数据事件呢 就是再次让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再次到这要组成 好 在北京现场 英刚教授 其实土耳其手里的这个料呢 是双刃剑是吧 这个分寸拿捏好了 也许还是能够换回 其他需要的东西 但这个就取决于沙特也好 美国也好 如何来看它的料的分量 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看土耳其 沙特呢 当然不希望这个事再继续闹 继续闹了 他们面子上也过不去 美国也是说这是一个个案 怎么能扯到两国关系 让我们跟沙特翻脸 制裁沙特 这怎么可能 对土耳其来讲的也是 你闹闹的时间越长 你披露的消息越多 大家越对你的这个可信度 表示怀疑 越对你感到恐惧 既然土耳其驻沙特的一个总领馆 受到了监控 全面的监控 视频的应兵的全面的监控 那么其他国家的使领馆 是不是感到恐惧 而且这个事你挖的太多的话 对不起 土耳其你当年怎么绑架反对派领袖的 是吧 政变之后就是几万关在监狱里 不断的受酷刑的消息也传来 如果操纵 美国操纵某个人权组织 拿土耳其的人权问题开刀的话 土耳其受得了吗 所以就是 办任何事情都要一个度 过了这个度的话 他就会走向反面 我想埃尔多安慢慢会明白这些道理的 特别是他 像他最近向美国提出 一直在提出 引渡基林的这个事情 就几乎接近于天方夜谈 好 所以这拿捏分寸 要不然还热火烧身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参与节目的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再见 世界很满座 追与爱风格 我只有有话说 你的 参与美国提出 一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